到地方了 每个班游班长集合 然后再按照原计划执行 导员督促 出来玩还这么严肃 至于 快收拾吧 老四 先跟你说好了 你跟小岛不能住一起啊 他跟其他导员一个屋 我知道 老大 咱们住的是几人间 六人间吧 六人间 学校天然扣成这样 就算两人间 我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便利 你瞧你 标签 不错嘛 老四 不是我说你有点人性行吗 我又怎么了 你看看你的表情 一脸遗憾给谁看呢 老大呀 你要放松心态 我知道 我跟雨晗在一起呢 让你有种嫁女儿的感觉 也知道 你每次跟雨晗争宠失败后 酸楚的内心 但这就是事实啊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就像当年 你跟你男朋友牵着小手逛街 我让你给我带一份 红烧鸡腿回来 你却给我拿回来半份 吃剩下的炒土豆丝 你知道吗 从那时起 我就发誓 有朝一日 我找到了喜欢的人 一定也是让你尝尝这种滋味 你还说 当年咱们三个一起出去吃饭 我拉肚子去厕所 不就时间长了点吗 你跟我男朋友说什么了 问我 是不是又坏了 又 亏你想得出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哪来的又啊 你知道后来 她用那驴一般的脸 对了我多久吗 我说什么了我 哪像你 为了消导 我死了你都不管 懒得跟你这种 更年气劳大妈辩论 我去洗澡了 梦妈妈 呗 你还拴门 夜宁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你等着 喂 小导啊 我是梦蝶 你快来呀 老子他 遇到在浴室里了 浑身秤租 你快快呀 什么 老子啊 你自求多福吧 哼 哎老大 要看人家就直接说嘛 晚上多的是时间 就这么迫不及待嘛 好啦 乖 人家答应你 今晚我绝不想雨晗半分 专心陪你 好好伺候你哼 干嘛呀 要来赶紧来 要不去把门关上 冻死了 哎呀正好给我擦个背 哎我说你 雨晗 雨晗 时间多的是 好好伺候 雨晗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不是要擦背吗 不是不是 雨晗我和老大真没什么 我是气他呢 因为咱俩太好 所以他跟我闹别扭 我为了安慰他才这么说的 躲什么 可以给孟蝶看 不能给我看 雨晗 拿开 什么 手 雨晗 雨晗呢 哎你不能进去啊 肖子和夜牛在里面 你让他看 雨晗 出来 凌峰来找我了 雨晗 雨晗 你怎么了 嬷嬷说的是 嬷嬷 怎么回事 凌峰来找我 直接问你和夜宁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说的 她是你舅 不会做得太出格的 我知道 可是夜宁 怎么回事 她在大厅 不会有事的雨晗 可能 她也只是猜测 你们先待着 我出去一趟 雨晗 我很快回来 舅舅 雨晗 怎么 见到舅舅不开心啊 没有 最近怎么样 我听燃燃说你买了房子 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跟舅舅说啊 也没什么 你那么忙就没打扰 我忙也都是为了你和燃燃 这还好 没跟你姐不一样 舅舅 我 怎么 我 我 雨晗 我以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给你两个星期 离开她 不可以 你不能动她 要听舅舅的话 我和她不能分开 就这样了 我 我不能 雨晗 雨晗别这样 我不能没有她 我知道 我知道 雨晗 放松 放松 雨晗 到底怎么回事 你你 雨晗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在 我在呢 我在 你先带她回去吧 我去跟主任说她不舒服 好 雨晗 我们回家 你好不容易挣的钱 为什么不给父母买些东西 我想让你开心些嘛 嗯 我挺开心的呀 那之前 雨晗 我们不提那提好吗 好好好 不提不提 你别生气嘛 我错了我错了 我没生气 走走走 我们去吃好吃的 哎 哎 这个戒指 好适合雨晗啊 怎么 你喜欢 啊 没啊 麻烦把那枚银色的戒指拿给我看一下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你干嘛 女士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设计师定制款 宝石香钻 形成雪花形状 层次感十足 很是漂亮 非常符合您的气质呢 我买了 不是 雨晗 好的女士 我把您包起来 哦 谢谢 我直接带走 好的 喂 不是你还真买呀 呢 好好带着 不许摘 哎 你还真是 看我干嘛 接电话呀 喂爸 什么事儿 啊 怎么会突然这样 我出去接个电话啊 去吧 爸 我听着呢 你说 你是 您的砍个票据 啊 哦 谢谢啊 怎么了 哎 哎 郁闷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爸居然被辞退了 辞退 是啊 你说那公司多孙子 我爹卖命的干了半辈子 说辞退就辞退 说的 好像换了什么老总 人事变动 给了一笔遣散费 什么都没说就让回家了 俩人正在家里郁闷呢 哎 是吗 哎 估计这周 要回去陪他们了 哎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 算了 不说了 咱们回去吧 哦 走吧 喂 叶宁 雨晗 我明天不能上课了 家里出事儿了 你给我请假吧 出事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爸说 下午两人在家 本来已经想通了 辞退就辞退 只好当休息了 还准备一起出去旅游呢 知道我要回来 我妈 我妈笑话喝的 就出去买菜 结果 结果怎么了 吕灯啊 她走在人行道上 有命就把一辆汽车撞了 虽然 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她能把她的手段了 不去伤害英明 去伤害她身边每一个重要的人 我妈走那条路都几十年了 真的好狠 靠他妈的 这压得也太狠了吧 动谁也不能动老人啊 抱紧吧 你傻呀 你逗得过凌峰 你别闹 现在当务之急 是商量对策 先坐下 不是 不是 还商量什么呀 啊 凌峰不就是让雨晗跟叶宁分开吗 不分开 她下一步指不定要动谁 咱们现在这个样子 拿什么跟她斗 还有 我觉得林若然也早知道了 她能看着雨晗不管 林若然 过断了 有短信 雨晗 我在路上 马上就到你家 等等吧 一会儿就到了 原来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你都抵不过那人的一句话 雨晗 雨晗 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一个人对付不了她 林氏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雨晗 我 我对不起你 不是你的错 她下一个要动谁 孟蝶 我已经派人暗中保护她了 好在 好在孟蝶她爸妈以前在商界也是有一定势力的 她不敢贸然出手 可是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只有那一条路了吗 要不然就告诉燕宁 让她贾全跟雨晗分手 等你爸稳定下来之后 我们再从长记忆 不可以 舅舅她一定会看出来的 我不能让燕宁受到半点伤害 一丝一毫都不行 一丝一毫都不行 你跟她分开她就不受伤 受伤 也是刚开始吧 只要她没事 你会后悔的 雨晗 不要这样做 那要怎么样呢 让她受伤吗 雨晗 你这样分开 就算为她好 她也会 她也会爱上别人 对不对 就像那个人 雨晗 你和我不一样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只要你不放弃 我相信燕宁就不会离开 对啊 你来临时 老头子一定会分股份给你 只要几年的时间 几年 几年之后 就没事了吗 几年呢 让燕宁怎么受得了 难道你要像我当初那样 为了她的安全 把所有委屈都厌进肚中 最后 再看着她爱上别人 亲吻别的女人 搂着别的女人微笑 自己却痛苦一生 仅凭那些过往的记忆活下去 想她了 就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 为了她的幸福 连身招呼都不敢去打 伤心到眼泪都流干了也没有任何办法 雨晗 你愿意吗 愿意这样吗 别说了 雨晗 我只是把结局提前告诉你 分开只是一句话 可疼痛却是一辈子 凌风说的不是两周吗 现在才一周 也就是说 剩下的一周 她不会伤害夜宁 再者 夜宁在乎的人 除了父母孟爹 就是雨晗了 她总不能 丧尽天良地去对付雨晗吧 她下一个对付的 一定是夜宁 我明白了 她想要用夜宁套住我们两个人 什么意思 姐 我的事 你不要再插手了 你以为我会看着你受伤 你好不容易才自由的 不是不是 你们说什么呢 什么意思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打什么亚米啊 我跟老头子有约定 回国后她不会再干预我的人生 她本就因为我不去临时而恼怒 雨晗又为了夜宁没有遵从她的意愿 毕业后选择了老师这条路 临时是家族企业 可公司却没有血脉势力 手下的人表面顺从 暗地理却 她一个人对付得很吃力 所以她料定你跟雨晗不会就这么放弃 一定会一起回临时去争夺股份 还真是震入了她的愿啊 烙在自己家人手里面 总比烙在别人手里面强 到时候夜宁也会像你喜欢的那个人一样 早就爱上别人过自己的小事子去了 还真是一见双跳 没错 这样我先回临时 尽可能地保护夜宁和她身边的人 好 好 你们也先回去吧 明天还要上班 那我们先回去了 有事随时打给我们 雨晗 有事一定打电话 放心 回去吧 爸 妈那边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换病房的时候就直接带过去就行 放心吧 你妈妈转到普通病房很快就能好了 你也好好休息啊 别把自己累坏了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你妈妈这里有我 别因为这个耽误了学业 我知道了 我到学校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去吧 好好吃饭啊 你干什么 果然啊 什么货色配什么人 也就萧雨晗能看上你 你说什么 怎么 以为你们做的那些苟且的事没人知道 萧雨晗也不过如此嘛 放屁 你骂我可以 你说萧导干什么 还萧导 装什么冰清玉节 怎么样 叶宁 你的萧导脱了衣服 是淫荡呢 还是继续假矜持呢 你他们 放你妈的屁 小东西 被我说中 恼羞成怒了 我告诉你 就你们萧导那样的 去窑子里一找找一对 你还真把他当个宝啊 我觉得啊 他肯定是跟男人做多了 腻了 所以找你来换换口味 你说是不是 我杀了你 别打我 别打我 我让你说 你不要再说一遍试试 叶宁 叶宁 别打了 放开我 不要再打了 他骂着你们拉我干什么 叶宁 雨晗 小岛 主任 这 怎么回事啊 小岛 这 怎么回事啊 这个新来的马哲老师 怎么就和老四起冲突了呢 老四会不会被刑拘啊 那 那他所有的努力 都不是白费了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雨晗 想通了 嗯 放了他 记住你答应我的 离开他 如果让我发现 我知道 你 你 不要恨我 叶宁 你 走吧 没事了 哦 谢谢 老四 还好没事 还好没事 雨晗 回去吧 老四 你别拿 雨晗 够了 你 叶宁 这几次了 你就不能成熟一次吗 每天像个孩子试探 做什么事都不经过大脑 你烦不烦哪 你还要给我惹多少事 小岛 你干什么 连你也不相信老四吗 相信 要我怎么相信 雨晗我没有 不是的 你 是他说你的不好 我才会 叶宁 就是因为你 我才会受到这样的指责的 可你还是不争气 我真的是受够你了 雨晗你别生气好不好 我以后 我以后不过了 我再也不过了 你不在的这几天 我想了很多 雨晗 别说 我们不合适 分手吧 雨晗你说什么 我们总不能分开呢 你说过 你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你说过的呀 你不能 你不能说话不乱说 不是我 不是我不要分开 分开 对你我都好 别这样对我 雨晗 别这样对我 雨晗 你说过 你说过 不会离开我 你不会的 雨晗 你别这样 我累 很累 你也说过 如果我烦你了 你就会离开 我敢我敢 好不好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哪儿烦你了 我敢好不好 我求你 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够了 雨晗 别再碰我 为什么 为什么 雨晗 我收够你了 和你在一起 我没有一时一刻 不再担心呢 担心你惹祸闹事 担心你出事 我不想再这样了 不想了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 小雨晗 是谁 是谁拉着我的手 说爱我 是谁说不让我离开 叶宁啊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 朕以为像你这样的人 会让我那么痴迷吗 我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从来没有 好 雨晗 我问你 就只问你一句话 你 你 还爱我吗 不爱 从来没爱过 我爱过你 我爱过你 我已说出口 沉默把时间逃走 回忆它在我左右 起算着请求 缘分还没到尽头 只要你继续牵手 我们让爱慢慢成熟 直到天长地久 你伸开我的手 心一直在颤抖 说着分手的理由 我全都不能接受 最后 为你放弃了我所有 只想你能回头 就当一切重新来过 你的温海在我左右 齿痛伤口 我已无力解开忧愁 为你放弃了我所有 只愿你能投留 爱情虽然不能将就 就让我承受 许下那毒咒 我远着你爱的四周 缘分还没到尽头 缘分还没到尽头 你继续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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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一直在颤抖 说着分手的理由 我全都不能接受 最后 为你放弃了我所有 只想你能回头 就当一切重新来过 你的温海在我左右 至少你能回头 至少你能回头 就当一切重新来过 你的温海在我左右 齿痛伤口 我已无力解开忧愁 为你放弃了我所有 只愿意愿你能逗留 爱情虽然不能将就 就让我承受 许下那毒咒 我远着你爱的四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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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